这个产业 大五集团是这么十字交叉的两条街 咱们上次说完了这条南北走向的 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 咱们马上向前走 去看一看那条东西走向的街 现在大五发展 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个微缩单元 是一个独立王国了 你看这 这边是它的一个休养社区 叫什么名呢 我给忘了 是休养社区 好的 咱们继续向前吧 大五集团在这边是无所不包的 购物 教育 生活 超市 所有的都有 而且它的产业含怪了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说它在这儿可以独立发展 只要你能想到的涉及到生产生活的物资 大部分它能够给你进行供应 所以说周边的一些县城的 甚至宝定市的宝定市以外的有些人 特意选择大五的房地产来购买 而房地产呢 也是大五的一个主要发力方向 据我所知 大五在宝定周边 宝定外边不知道 在宝定周边 一线呀 来源这块都有它的房地产项目 好的 我现在是向南 马上就要向西去拐 向西方向 当然呢 咱们先去向东方边看一下吧 东面实际上已经没什么东西了 东面这面呢 是一个我的右手边 是一个大型的购物广场 是一个超市 我没有进去看 看着规模还是不小的 然后我再向前走的话 是一个农贸市场 就是卖菜的地方 因为我来的是初四 已经没什么人了 可能还没有开业 就在这个方向 这条街上的小吃店呀 各种各样的商店呀 非常非常多 这可以称之为 大五集团的一个主要的商业街了 这个里边就是 它的一个农贸市场 我马上现在要拐回去 咱们把这条街完整的走一下 对 这里边是农贸市场 就在这呢 农贸市场可以看见 还有一些麦子地 这些地可能是大五没有征收的土地 或者说大五自己种的地吧 不太清楚 好的 骑着我的小摩托 想回走 别的不多说 现在骑着摩托车拍视频 真的是非常的 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 有些方面它比汽车 确实比不了 汽车比如说 比较安全 比较温暖 对吧 速度也很快 但是摩托车的优势啊 这个汽车也比不了 摩托车的优势就是非常灵活 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停车 好的 看这没有车的情况下 我需要去看一下 看好了之后啊 我就已经走过了一个马路 我现在是在大五集团 东西走向这条主街上边 然后我正在向西方向走 这个左手边是大五集团 新盖的一些房地产 不知道具体用来什么用途 它的右手边是大五规划的一些 大五的那个什么 大五剧院 还有大五的教育机构 都在这边 咱们马上去看看 大五的方圆 我估计得有个方圆 得有个几平方公里 面积非常大 这是它的中学 大五现在涵盖了小学 初中和高中全部都有 这个中学 我怀疑是它的高中部分 不对 刚才我忘了说了 是幼儿园部分 现在有一个小道消息 说它的一个中学部分 听说会被 这个 这个小学部分 会被保识副校 保定是非常有名的 保识副校来那个收购 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真的还是假的 好的 继续向前走 它的产业非常多 有些东西我也不熟悉 好多年也没来了 有些可能说的也不对 欢迎这个朋友们进行执政 然后再向前走 应该就是它的大五的剧院了 这个有点夸张了 大五剧院是吧 经常进行一些其他的演出 我记得以前好像在这还看见了 它大五的祠堂还是怎么回事 我闹不清了 可能说我记错了 这是它的幼儿园 右手边的幼儿园 我这个视频拍的不太好 因为这个运动相机吧 已经动了 动了 这个镜头太向下了 对 现在是大五剧院前面这个广场 我进里边逛一圈 给大家拍一下 现在能看见左前方啊 这是大五的 应该是它的小学部分 来拍一下这边 这个暖洋洋的天气 其实小摩托在这边逛啊逛的 说实话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这是开汽车 我估计是开宝马车 也给不了我的感受 非常自由 很多摩托车能去的地方 这个汽车就去不了 但是很多汽车去的地方 摩托车照样可以去 当然也有部分是去不了的 对 就这个 就这个局啊 非常台阶非常高 不好意思啊 没拍全 然后咱们现在出去吧 继续向西边走 好的 继续向前走走走 我现在马上要进到 这个东西走向的 这个小公路上去了 好的 我出来了 然后我继续右拐 继续向西 然后继续向前走 我记得我前几年来的时候 这边还没有建设完成 所以说啊 这边都是工地 现在就已经盖好了 他这好像是 左边盖了他的一个大酒店 是国际酒店 还有他的原来一直都有的 这个饭店部分 然后右手边 他盖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我忘了 然后当时还没有盖好 当时是一片大工地 还不让进 这边好像是 好像是大午的一个什么 礼堂还是什么东西 我忘了 会议中心 对 会议中心 大午的会议中心 前几年的时候还没有盖好 行 我从这个南方 从这边穿插 看看能不能回去 访真 read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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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